跟大家讲最后一个最重要的理论 就是如何解决T度消失问题 那我们上个礼拜已经会MXNet了 那这个可以帮助我们 以后我们要做神经网路的话 会变得非常简单 如果你已经非常熟悉Iterator跟那个 就是Optimization的方法的时候 你只要改Teacher就好了嘛 好 那我们现在 之前就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深度神经网路训练的时候 是很容易失败 那失败原因是因为T度消失问题 那这个 现在对我们来讲 要解数学已经不是问题了 因为我们只要透过MXNet 我们想要制造出多复杂的神经网路都可以 对不对 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已经释放过了 好 那我们现在 就是为了要让大家更容易 更方便的去这个就是 去做这个实验 就了解 他们到底是 就是T度消失对我们的影响 请你先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啊 是之前有用这个MXModelFeedForward的Creator 这个函数是很方便 就不用写底层嘛 对不对 那我现在给一个叫 ModelFeedForward的Creator 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一样 你要用它的时候 给它Iterator LossFunction PredictFunction 跟OpenMiner 这个 OpenMiner的这个 就是东西 那它就可以做了 那 这个函数里面写成什么样子 你不要管它 重点是 它可以把我们每一层的T度给画出来 这样子我们才方便知道说 它到底有没有T度消失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啊 请你直接复制贴上 我们之前 就是做语法的时候 Iterator 那个Architecture 跟OfMiner 跟RUN嘛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放在RUN这里 我们现在 source三个语法之后 我们就直接 把它贴到这里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执行了 这样可以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 就是我们现在想要 试用一下这个函数 要怎么用 那我们一样就是先使用这个就是 呃就是 这个 这个多分类模型这样子的 那 呃 首先你需要把Data 就是把它弄出来 那所以这些跟Data有关的语法 我们是不是要放在Iterator里面 这样可以吧 好那我们来 我们把它放在Iterator里面 好这是跟Data有关的语法嘛 这样可以吧 好 Survival encode都把它删掉啦 这个我用不到了 好接着 这个我们把Obminor先写好 注意一下在这里我用了 那个优化器 我是用Aden哦 Aden是比较容易对抗T度 就是这个T度消失的一个优化器嘛 对不对 好把它储存起来以后 然后我们把Iterator部分把它复制下来 好到Iterator这里 全部贴上 好这样可以吧 这个你们应该看得到我这个就是 我是怎么贴的嘛 对不对 好接着继续 然后Architecture部分 我们把它做一下 好请你Architecture部分 就直接这样写下来就好了 好Data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路是怎么样的 首先Data先经过Fully Connected Fully Connected还记得是什么东西吗 是线性运算函数对不对 好 它的Number of Hidden是10 所以它是10层 10个神经元的神经网路 变成FC1之后你要做非线性转换嘛 非线性转换使用ReLU 变成ReLU1 ReLU1再丢到Fully Connected 变成FC2 依此类推下去 所以这个神经网路总共有 1层2层3层4层4层生 我在这之前好像没有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1层到底是什么意思 1层就是指说1层线性运算 那非线性转换是不算成的哦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有人跟你说 我训练了100层生的网路 是只有100次的线性运算 中间搞不好经过了不止一次的 这个它还会经过什么Dropout啊 或者是什么这个非线性转换啊 这些都不算成 好之后我们还会交一个 线性运算函数不是只有Fully Connected 之后我们还会交其他的 好不好那但是 几层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这是一个4层生的网路 那我们现在来Run这里我们来试试看 我们做起来我们做出来的感觉 好MindSource直接执行了 好它开始做啦 好你看到没这个是 min of gradient的绝对值 这样可以吧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FC1,FC2,FC3,FC4 它总共有4层生嘛 但我们注意到在最开始的时候 它的T度都非常的小 可以了解啦 T度小会造成什么问题 这个神经网路不会动 对不对 那接着 经过了很多代的训练之后 它的T度才开始变得比较大 也就是到第40代以后 它才开始做了像样的这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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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大幅度的移动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你注意一下LOS的轨迹 一开始的时候 在第20代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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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LOS是几乎没有变化的 看得出来吧 LOS几乎没有变化 你看 到第20代即使T度已经开始上升了 但是 它LOS还是几乎没有变化 直到第40代的时候 它的LOS其实 下降幅度也没有很大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在这期间 它其实都是 它其实都还动不太了 它目前遭遇的地方都还非常的平坦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到了后面 你看 后面它开始 动了以后 从40到80 这里 它降了非常的多嘛 对不对 它降了接近一半 在那之前它几乎不会降 好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前面其实我们也遇到了T度消失问题 只是 只是怎么样 只是我们这个 就是 我们这个 还会稍微动一点 那还不至于完全不动 那如果在前面我们发现T度是0了 那就没救了 这样可以了解吧 好那我们先 诶 大家注意这个T度 在70T度是已经非常小了 只有 10的-84 这已经非常小了 好那 所以说这样大概了解 这样大概了解 这个 这个函数怎么用了吧 这个蛮简单的吧 对不对 因为你不用写底层了 你只要改 Iterator 先准备Data 再把Iterator贴下来 Arctature 全部复制上来 OfMiner 就使用Aden Run的地方 先source三个语法之后 然后把这个函数存下来 然后直接用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好不好 这个函数存下来的这个model 这个model以后它会很肥啦 以后我们就不会把它打开了 里面有这个C++的物件 然后跟我们所训练出来的参数 那我们要怎么使用它咧 我们可以直接用predict这个函数来直接预测 predict这个函数直接用了 它出来了 还算准嘛 对不对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上课 我们先不讨论准不准 我们只是讨论说 它训 有没有办法训练 一个太深的神经网路是没办法训练的 好 那我们把网路弄深一点 把它弄成七个隐藏层 就来说 我们 把这里复制上来 好 我们在Arctature这里改掉咯 这样可以 好 那我们储存 既然唯一的改变就是 从 四层声 变成了八层声 这样可以吧 我们再按一次RUN 几乎不会动 对不对 几乎不会动 我们来看 看到了没 在 FC8 FC8 当然是有梯度的 为什么 因为它最外层嘛 对不对 梯度消失是怎么个消失法 它从最外层开始 做连锁率往前面 对不对 那越接近 越 越前面的层 其实越容易梯度消失 对吧 所以你看 FC8 最外面这一层 它的梯度其实并没有非常小哦 其实它是有梯度的 那FC7呢 诶 还是有梯度的 FC6呢 还是有梯度的 对不对 可是你看前面几层 它几乎就是0的梯度 所以它不会动 所以你的LOS 即使到了 第100代 它一样是完全不动 为什么 因为它前面不会再更新啊 那前面不更新 会造成什么问题 你们要想一下前面那几层 它一开始是怎么 它一开始是怎么产生的 随机乱数对不对 你随机乱数产生的抽特征的方式 结果你又不优化它 你又没办法优化它 这支神经网路怎么可能会好咧 你这些地方 你后面那几层优化再好都没有用 这样懂我意思吧 我现在讲的所有事情 你们现在就留在脑袋里面留个印象就好了 等一下到了某个地方 你可能就会忽然开朗 这样懂我意思吧 也就是说 你现在已经非常清楚 七度消失的核心问题 我们一开始用数学去跟你解释 也就是说 越 越前面的层 它梯度越容易消失 那我们把它图画出来也是这个样子 这样你懂意思了吧 好 那我们继续 好那 你注意到了 什么事情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就是 你是不是注意到了依序 依序减少 依序减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图哦 这一张图是不是非常明显的依序减少 可以吧 就是 8 7 6 5 5开始就是0的最大一样 这样可以吧 好 可是我们来看前面 来 最大的是谁 4嘛 对不对 4 3 2 1 1为什么在最下面 1为什么比其他人还要大 有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来注意件事情哦 在这里 8 7 6 5 4 3 2 1 对吧 这个顺序为什么是 4 3 2 4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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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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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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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5 6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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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 6 9 5 6 6 它是X的數值,X那個矩陣的起始數值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事情?X矩陣的起始數值 是不是就是Iterator剛出來的那個數字 所以跟這個數字是很有關係的對不對 這個數字大,這個數字大 你低層的這個T度就會大 這個數字小,你低層的T度就會小 所以跟你的初始,你手上的數據的原始數值的大小有關 對吧? 欸那你會不會覺得怪怪的 你以前在算統計的時候你覺得 你需要去管你Data的數值嗎? 沒有人管過嘛對不對 大家都覺得這不重要 對不對?當然如果你只有一層的時候 你自己比自己那當然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你現在非常清楚一件事 你要訓練一個深度神經網路 它其實是需要每一層的T度,它是要有一個協調的 對吧? 你不能跟我某一層跑得特別快 另外幾層跑得很慢 這樣你就不好訓練 好,我們現在做一個實驗啊 來,這個我要做一個實驗 好,在我介紹這個之前我們做一個實驗 也就是說 我現在做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 我只是把X Array 我全部乘上1000 我就這樣喔,全部乘上1000喔 然後我把 我來貼這一個 好,我現在剛剛是優化成功的了對不對 剛剛是優化成功的 我現在唯一的差別就是這裡乘上1000 照道理講它應該是不影響的 我現在來按下RUN看看 來,你看到了欸 這個紅色是不是又更上面了 欸? 你看了,你看到發生什麼事情 本來是第四十代的時候它才開始動對不對 現在 它居然 到第四十代都已經幾乎優化好了欸 為什麼?因為你給了它足夠的T度對不對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我們再來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非常有趣喔 來看著 我們現在產生X之後 我們把X的 1到2 把1到2 乘上1000 好,這樣子的話 你看到XArray長這樣的 就是它有一些 有兩個維 就是比方說第一個維度跟第二個維度 它的單位可能是公里 那 這個維度可能單位是公尺 那這樣就會造成大家不一樣了 來我們再按下RUN 欸這個,欸 喔這個 這個 呃就是 你應該發現最後其實訓練的不太好 對不對 就是它準確度沒有那麼高 雖然它是訓練的起來的 但它準確度沒有那麼高 我們再做一個實驗 就是我們把 我們Miner從 A等改成SGD 再做一次喔 SGD我們就這樣就好了 欸完全優化不了 這樣可以了解吧 欸可是同樣的神經網路 欸這個 這個 這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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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太淺 就是這個 還是對SGD來講還是太深了 好 我剛剛 DEMO這麼多 我可不可以 我們可不可以稍微下一下結論 我們來講一下我們剛剛的實驗 然後我想要請你們思考 第一個是 我們先思考 一個部分 請問一下A等跟SGD 為什麼A等會成功 SGD不會成功 怎樣李均衡你看著我 所以是 你要不要講一下 你要不要發表一下你的意見 鄭哲化 鄭哲化在這裡呢 鄭哲化都沒有加 鄭哲化是 Wake Detail A等到底為什麼可以優化成功 SGD不行 然後再講一次 A等是不是 他在做 這個 優化的時候 他下面會除一個N平方 對不對 那個N是什麼東西 是不是T度的平方 T度的平方越大 他走就越慢 T度的平方越小 他走就越快 我還記不記得 我跟你們講 A等他只指引方向 不指引步伐大小 所以他沒有辦法很 很巧妙的 什麼 他如果叫你往東北方走 就是東北方走 就只能走45步角 他不能走 這個 就是可能 左邊一小步 右邊一大步 類似這樣 對吧 所以A等是一個很強 A等他的優勢在這樣 所以他 面對T度 每一層的T度不一致的時候 他有個修正的能力 SGD沒有辦法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現在在經過實驗 在告訴你T度 每一層T度的重要性 好接下來 那請問一下 我這邊成了1000 有成1000跟沒成1000 差別在哪裡 那分成三種狀況 完全不處理 跟 全部成1000 跟有一半成了1000 他差別在哪裡 我們如果只看結果的話 我們會說 全部成1000的優化最快 最終的結果還蠻準的 那 這個 原始的結果 他優化的很慢 但最後的結果是準的 那 最後 一半成1000 最後結果會不準 對吧 那到底 他們的關鍵差別在哪裡 好我現在告訴你 從理論上 你要怎麼去想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都要從T度的角度去想 我們現在都從T度的角度去想 你之後就會知道 我們要怎麼解決T度消失了 這樣可以了解 好 我們 他的關鍵其實就是在這裡 對不對 好 全部乘以1000的話 他這個數字大 這個數字大 這個數字大 這個數字會不會也大 會 因為他是乘上來的啊 對不對 好 所以說他的總T度就會大 他的總T度就會大 就比較容易動 比較容易動 那當然就比較快達到位置 所以優化速度快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 那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乘上1000 為什麼 如果只有一半乘上1000 為什麼他優化就會 最後準確度就會差 你要思考一件事情 這個T度在傳回來的時候 這個GradientL 他會不會特別 偏重某幾項 某幾項 某幾項這個 就是 某幾項這個 就是 就是你有四個Variable 他的T度是 平均傳給這四個Variable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對於 他 他 沒有辦法 他沒有辦法很好的去 對於那一層來講 他們東西是一樣的 他沒有辦法很好去修正說 對於這個1000的來講 我要走比較 可能我要走 走的步伐跟 沒有乘以1000的要不一樣 因為他的T度是 一層一層傳下來的 所以 數據分佈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好我們現在講 現在講了半天啊 你只要知道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 就是 如果我們可以解決 數據分佈問題 那對於傳遞T度來講 可能會蠻有幫助的 好 那我現在問一下 雖然最奇怪的那個 情境就是 其中兩個乘1000 另外一個沒有乘 沒有乘嘛 對不對 那我們一般在做統計的時候 我們是解決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 每一個Variable的尺度不一樣 我們 啊標準化很好 也可以嗎 有沒有人馬上就想到 我們統計就是用標準化來解決問題 我們統計就是用標準化來解決問題的 標準化是做什麼事情 減平均數除標準差對不對 好 好 所以的確 這個問 這個標 數據標準化 數據標準化 其實是很好用的 這樣可以吧 上節課我們好像有 有就是有示範吧對不對 對不對 數據標準化這件事是重要的 那我們現在有個大膽的想法 我們數據標準化 當然你 最簡單的 你這一層可以做數據標準化 對不對 就是 我們現在回到這裡來 你這一層當然很容易就可以做數據標準化了 我們有個瘋狂的想法 這一層可不可以做數據標準化 可是這一層我要怎麼做數據標準化 沒有那麼方便 可是它難道真的不行嗎 我們不能夠說 我們不能夠說 東西進來以後 我們就趕快算一下它的平均數 趕快算一下它的標準差 然後馬上減掉平均值除以標準差嗎 其實可以的對不對 只是沒有那麼好算 我們今天 在做前項傳播的時候 到了這個FC1這個結果的時候 我們趕快算一下 它的平均數跟標準差 然後減掉平均數跟標準差之後 產生一個新的 再丟給REDIU再繼續下去 可不可以這麼做 可以對不對 那我到底要怎麼做 這個我們 就是我們 這個函數不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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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都已經交給MxNet了 對不對 所以你應該知道 我們等一下會交一個新的一個Layer 讓MxNet就會自動做這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從數學上面來看 它到底在做什麼 好 Bench Normalization 這就是一個新的一個Layer 這個Layer可以幫助我們 在做到一定程度之後 對資料的分佈進行標準化 資料分佈進行標準化 對預測的準確度有沒有幫助 有幫助喔 當每一個尺度不一致的時候 我們已經示範了嘛 它對準確度有幫助 它對傳遞T度有沒有幫助 也有幫助 它有沒有什麼缺點 數據標準化 到底有沒有什麼缺點 不會啊 極端值除了標準差 還是極端值啊 好 它的缺點不容易看出來 應該說 我們不要講它的缺點 好不好 應該說 它有個特性 就是假設你一開始全部都是正 假設你一開始全部都是正數 你標準化之後 必然是大約會有一半的數字 就會變負的啦 那一開始全部都是負的 你必然一開始就是 你大概就是會有一半的 就是你本來 你可以全部正 可以全部負 你做了Bench Normalization之後 你一定會讓它變成一半正一半負 這件事很重要喔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就是 這個 那這個事情有什麼壞處 或者有什麼好處 你什麼時候方向會重要 什麼時候方向會重要 到最後一層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接受 你都已經要做最後預測啦 我現在預測它機率很高 我為什麼要把它又壓回來 我為什麼 假如我現在 預測一個樣本 假如現在所有手上的樣本 都是有心機梗塞的 為什麼我還是要強迫它有一半的是負的 所以Bench Normalization這個東西 它可以用在隱藏層 它不能用在最後 還有它還有一個缺 它還有一個問題 你 非線性轉換的時候 你非線性轉換 主要說你 我們現在用Radio對不對 Radio會發生什麼 所有數字都變正了 對不對 那它可不可以放在Radio之後 不太建議 那它可不可以放在Radio之前 它一定要放在Radio之前 它放在Radio之前 又有什麼好處 這也是 有正有負又是另外一個好處喔 以前啊 在做這個 在做運算的時候 我經過Radio前 假設全部都是負數 那就沒救了 那如果先Bench Normalization 那它大概只有一半的會被捨去 固定捨去一半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個Bench Normalization 你現在知道它的特性之後 你知道它的特性之後 你就要了解到說 這個 就是 這個東西 它 對於傳遞T度跟提升準確度是有好處的 它必須用在Radio之前 它不能用在最後一層 它的限制是這樣子 那在滿足這樣的條件之下 盡可能去使用它 它沒有其他壞處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到底Bench Normalization是怎麼做的 實際上就是標準差啦 我這邊就不示範了 減掉平均數 除以 標準差 然後再乘上γ加上β 注意乘上γ加上β 這兩個數字還是重要的喔 因為我減掉平均數除以標準差之後 欸搞不好 我可能還是需要給它一個評語啊 那搞不好它會覺得 減掉平均數除以標準差之後 這個數字的分佈不好 那我還要再乘上γ加上β 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這一個part很重要喔 你要知道Bench Normalization 不是單純的標準化而已 它還有乘上的數字 加上的數字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喔 到時候我們在做 我們大概在做Cox Model的時候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是重要的 你現在可能看不出來這是重要的 好那我要跟大家講一下啦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神經網路 如果我們要把這個層數跌升 我們需要的是 我們需要的是這個就是 欸就是 就是去解每一層的T度 這樣我們才有辦法用反向傳播法 一路往下做 所以我們現在要知道 Bench Normalization的T度要怎麼解 好我們直接跳過這個部分好不好 這個 你如果有心率算的話 你就一路算下來就好了 也就是說 我現在對X來講我的T度 欸對X來講我的T度 它長這個樣子 有點複雜 這個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們現在也對 就是我們現在對這個就是 數學的部分 也沒有那麼需要注意了 反正現在我們已經開始 用mxnet了 這樣可以吧 好這個部分我們跳過 你有興趣的話你可以看一下 但是 呃我是覺得用處也沒有很大 好那這mxnet裡面要怎麼實現呢 在中間加就好了 這樣可以吧 也就是說 我現在把它複製下來 來 FC1 接著 BN1 先Bench Normalization 然後 BN 然後 進來再飛行機轉換 再Bench Normalization 在FC1 FC的之後 再Bench Normalization 所以現在 它還是一個 八成升的神經網路對吧 注意一件事 我們剛剛有沒有發現 最後一層 在Softmax之前 請不要再Bench Normalization 這樣可以吧 這邊有個參數叫Fix Gamma Fix Gamma是什麼意思 前面是不是有個Gamma參數 Fix Gamma的意思是Gamma請不要動 所以我不要乘上任何數 所以它永遠都是1 好我們現在來看一下哦 讓我們現在來做一下這個神經網路 我 這些我完全沒有改任何數字哦 也就是我只是把 我只是把我的神經網路從 本來是八成升沒有Bench Normalization 改成有Bench Normalization 然後我再做一次 哎 哦不好意思 我的OfMiner 要改成Aden 好 哎你有發現 你有發現它現在居然是可以優化起來的 它是一個 八成升的神經網路哦 我沒有作弊哦 我現在把Model打開給你們看 看不好了吧 這個Model可複雜了吧 對不對 FC7 FC8 FC8 這個Model可複雜了吧 這樣可以吧 但是 它就是優化成功耶 還有你們注意到了沒有 這個之前 上一節課我跟你講 AUX是不重要的東西 裡面沒有東西 現在有東西了吧 它在存什麼 平均數跟標準差 這樣可以吧 好 那你接著來看T度 是不是很早很早 它就上去了 為什麼 因為有標準差就是這麼好 而且它的起始值 本來起始值都是-8四方哦 現在從-5開始 -5跟-8你可能是差非常多的 它們差1000倍 所以它很快很快就優化上去了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它原則上就是按照順序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哦 好 當然你說低層還是不按照順序 那是因為我沒有在低層 先Bension Relation 但是其實是可以的哦 在運算之前就Bension Relation 它是可以的 好你應該會覺得 這件事情很神奇啦 就是 可能我剛 我從這節課到現在 我已經上了40分鐘了 我完全可以以最簡單的方式 告訴你們說 要怎麼解決T2消失問題 請問在 中間 在FC跟Radio中間 加上Bension Relation 我可以只跟你們講結論 可是實際上 你們這樣都不會知道 為什麼Bension Relation 可以解決 現在你們知道了 就是Bension Relation 為什麼可以解決 因為 對分布進行標準化 它是非常重要的 跟我們在傳遞T2的這件事情 是有關的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現在請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 請你試著 把前面的實驗再做一次 然後你可以把練習的答案 稍微貼一下 為什麼要貼呢 重點是我希望你去了解 你現在使用Bension Relation的MLP 它是怎麼去運算出最終結果 那你Bension Relation是怎麼做的 我沒有叫你們解 反向傳播的部分 我叫你們解的是 正向的 運算 你得到X之後 你要先減掉平均數 再除以標準X 然後再乘上γ再加上β 這裡面是不是所有數字都有 平均數標準X有吧 對不對 然後 β跟γ β γ跟β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應該是有能力做到這件事的 你做不到沒有關係 你一直不會寫就用貼的 好不好 那我把時間交給你們 好這個答案就是 它的關鍵啊 就是我們需要 知道說 這個input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先乘上 fc weight 1 你就是要先乘上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就是 線性運算的這個權重 然後接著你再加上截距 那加上截距的時候 這個事情就是 加上截距完之後 這個out 你才能夠進行 減平均數 除標準X 再乘上 γ 加上β 這樣可以吧 然後最後 我們reliu reliu的操作就是 先把東西弄上來 然後小0的部分就變0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這樣子 複製貼上下來 我們看一下 好注意件事情 為什麼這裡需要T 是因為 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這個 它這個 維度啊 它必須要放到這裡 才可以進行矩正的相乘 它是這個維度跟這個維度要相乘 這樣可以吧 所以你要先進行 轉置 轉置了以後 你才有辦法用 這個 用colum跟raw相乘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我們這樣一路 這樣運算下來之後 我們的reliu 1out 它大概是長成這個樣子 你有沒有發現0蠻多的 對不對 但沒有關係 就是這個 這個不是問題 那我們繼續來 繼續來看一下 我們繼續貼 下面就非常的穩定的結構了 連這個 就是連轉置都不用轉置了 就一路運算下去 一直到這裡來 好我們到了fc8之後 這三個數字 我們要做softmax 彈出去 這樣可以吧 softmax怎麼做勒 欸這個就是 那個exponential 然後接著 就是把exponential累加起來 這樣最後 我們出來就是我們的softmax 好 我們 我想要給大家看的是 我們 自己算出來的答案 跟 你前面用predictor 算出來的答案 它應該會 完全一樣 注意一件事 是完全一樣喔 我們現在在推理的過程 它不可能不完全一樣 它如果不完全一樣 那就代表你算錯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但是你會發現這裡面有非常多細節的參數 舉例來說你看 除以 它不是單純的除以 變數開根號欸 它還要加上個很小的數字 這很小的數字我設 1乘以10的-3次方對不對 這跟你前面的architecture 這裡設的數字是有關的 所以它怎麼去運算的 你應該要完全的了解 你完全的了解之後 你才知道你在用什麼 好 那我們現在再稍微暫停一下 讓我們再貼這個東西5分鐘 好 那我們今天來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了解T2下降法 不是T2下降法 這個benchroom variation 是一個很強的東西了 但是 就是如果你嘗試一下的話 你會發現 剛剛7層深當然是ok 25層深它就沒有辦法 當然你就是 現在我們今天的關鍵 並不是它越深就越準 實際上以這個任務來講 它其實很容易就很準 對不對 我們現在只是要告訴你 一個很深的網路 是沒有辦法訓練的 來注意一下你的architecture 看著我的architecture怎麼寫的 我要告訴你們說 我們要怎麼用回圈的方式 來寫這一個architecture 來注意喔 這個data起始之後 i等於1的時候 i等於1就是最開始的時候 這個東西是不是data進來 然後它的 名字叫fc1 然後它就變fc2 接著進benchroom variation bn bni 再接來變成bn 再變relu 這個relu 在i等於2的時候 它就回給了它 這個fc是不是被取代掉了 這個物件被取代掉了 對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但是 因為它的名字不一樣 所以說 它沒有 前面那個沒有消失 這樣懂我意思吧 為什麼勒 因為 這個語法 為什麼可以這樣寫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mxnet其實是 把r跟c++做一個連線 這樣懂我意思吧 對c++來講 它還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現在來做一次給你們看 來fc1 i等1 i等1的時候 我這邊全部執行次 現在的fc 看到了嗎 它這邊的亂碼是這個東西 這樣可以吧 我再做一次i等2的時候 我再做一次 你現在看fc 是不是不一樣啊 不一樣了對不對 好不一樣了 很正常 而且現在的 現在 你在r裡面叫它的名字 變成fc2 不是fc1 所以 你可以透過回圈 把 這個東西取代掉 把這個r裡面的物件給它取代掉 然後給它在c++不一樣的名字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啦 就是 這個跟我們之前寫r 你所有物件都要保留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你不用保留 那最後你就把reliu最後接出來 變fcfinal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接個電話 好那這樣子的一個語法 你只要複製完了以後 就是 你的網路就已經變25成生了 我們再按一次run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看起來它是優化不了對不對 25成生真的是太深了 這個 這邊 而且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這裡的這個就是 呃 每一個 就是你的這個 呃 每一秒能夠處理的sample變少了 你一開始其實每一秒能夠處理的sample其實是蠻多的喔 我們往上拉一下 其實它都是好幾千對不對 所以它真的是有變深啊 好等到我們做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了嗎 它幾乎 這個梯度幾乎是 還是零啊 為什麼 Benture Modulation 不是說做了Benture Modulation之後就沒事了 不是說就沒事了 是 我們還是需要做一些就是 我們還是需要就是 呃 就是 呃 一些其他的方法 我們才可能 讓我們去訓練一個100成生的神經網路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了 好我們現在 來看一下 我們到底要怎麼做這件事情 好 這個我先跟大家講一下原理 這個雖然Benture Modulation可以幫助我們把數值變得平均 可是畢竟啊 權重最開始的時候是完全隨機決定 所以在傳播的過程呢 在一開始的時候到了 就是到了最後幾層的時候 因為它經過太多次的運算了 它那個東西跟本來的東西可能已經完全沒有關係了 畢竟是全隨機的嘛 對不對 最開始的時候是全隨機的 所以這個時候啊 那個幾乎是沒有什麼資訊的 所以就很難去優化 這樣懂我意思嗎 就是 你走的方向也不見得是正確的方向啊 那你一直往錯誤的方向走 那梯度就永遠不會變大 這樣懂我意思 或是根本就動不了 所以說 這個整個網路會失敗是有這個原因的 好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我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解決 提出解決人的方案 是怎麼做的 它的想法是怎麼做的 這個想法齁 不是說我現在想出來 我們就實現得了 但是我要跟你講它的一開始的想法 他開始的想法就是 我們以往在做運算的時候 是從前面往後算 對不對 然後在做梯度更新的時候 是從後面往前 那他希望 他希望在做梯度更新的時候 這個過程大概是 這基本的架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可是他希望啊 梯度在從後面往前傳的時候 他可以不要一層層傳 他可以先傳給最 就是他希望在傳梯度的時候 最前面的也可以收到 最 就是最前面的層也可以收到 最後面的梯度 邏輯是這樣子 好你現在聽了有點 大概不是很懂 我們就要換個講法 就是我希望在傳梯度的時候 不要 A傳給B B傳給C C傳給D 我希望A同時也可以傳給D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吧 就是我們在傳東西啦 我們現在傳東西 我不要 我不要說就是 呃就是 就是大家一百個人這樣列隊 然後一個一個傳下去 我希望A 在傳給B的同時也可以把東西傳給D 這樣 好 理解這個 因為這樣有什麼好處 因為A手上的梯度是最完整的 對不對 你最外面那一層的梯度是最完整的 如果他不只可以傳 他 不要 就是因為每傳一次就會有一些資訊的ロス 對不對 如果可以直接傳給A 那不就好了嗎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我們來看他怎麼解決 來 首先我們先告訴你 這篇就叫 DEEP RECIDUAL LEARNING FOR IMAGE RECOGNITION 他是2016年發表的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他的引用次數 哇 十萬真是了不起 怎麼好像 隔隔隔隔隔一陣子看 就會更了不起一點 這個 2016年發表 這個比這個 這個比這個 就是Aden更晚 對不對 Aden是2014 那個已經已經非常了不起了我覺得 就是他畢竟已經 就是他畢竟已經是這個 2014年到現在9萬已經是非常誇張了 講真的 但是問題是 可能比起 比起這個 比起這個 RESNET 這個可能還是沒有那麼厲害 好不好 他反正 我不知道去年 他被引用幾次了 他在前年2020年的時候 是人類史上一年被引用最多次數的PAPER 25000次這樣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是怎麼做的 他的想法是這樣子 非常簡單 就是 你以往啊 你的神經網路是這樣子 這個 X進來之後 丟進Fully Connected Fully Connected 丟完之後做Radio 你中間要不要經過 BenchNormization 隨便你 總是你一定要過Radio 對不對 再來BenchNormization 在Fully Connected 在Radio 之後 他做了一件事情 在這時候我接個電話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做法 就是到了這裡以後 本來 Fully Connected 出來之後 這個 呃 我們就繼續往下傳了 對不對 他現在把本來的X 再 先加上這個東西之後再往下傳 既然他用加 既然他用加法 所以這個東西的形狀 跟這個東西的形狀 是不是一樣 主要說 這個矩陣是5乘5 那這個矩陣也要5乘5啊 不然怎麼加 所以 這個方法 他有一個限制 就是 他的這個維度啊 一樣 可是這四個問題嗎 這可能不是個問題啊 我們來思考一件事情 你剛在做這裡的時候 你有沒有印象在做這裡的時候 reliu1的維度幾乘幾 1乘10 對不對 reliu2的 維度幾乘幾 1乘10 reliu3的結構是多少 1乘10 對不對 1是sample size 因為我們剛剛只有用個sample 對不對 最開始這裡是1乘4 但是 之後都是1乘10 對不對 為什麼 為什麼後面都1乘10 因為你在這裡 設定的這個都是10嘛 你這個數字只要沒有不一樣 那他其實是可以加的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啊 這個結構啊 他並不會這麼的就是 他沒有那麼難以使用 這樣可以了解吧 好 他怎麼想出這件事情的 我們先不要管 好不好 想出這件事情是很難的 如果這麼容易想出的話 這個 呃 也不會等到2016年以後 才會有人想出來 好不好 那我們只要 我們現在就看結果 就是他已經想出來了 那我們看這個結構 到底有多厲害 好 這個 在這個部分不難嘛 對不對 只是 在數學上他其實是不難的 這樣可以吧 就是多上個加法而已 這樣可以齁 好 那厲害之厲害在 在做反向傳播的時候 他會完全不一樣 反向傳播的時候 我們一樣這一層一直往上傳播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我們來做反向傳播來看 好來 對於O來講這個沒有問題 L來講也沒有問題 W3來講也沒有問題 R2來講也沒有問題 R2是什麼東西 R2這個東西 R2他就是 R2你gradient傳到R2之後啊 接著你要 接著你要 你的這個 接著你就要 把R2拆成 H2跟 R1嘛 對不對 然後接著你就要往下傳嗎 來 R2 H2 H2他本來 他就等於R2 為什麼 因為H2他就是 R2乘上 R2的gradient乘上 R2求H2的 偏尾分嘛 R2求H2的偏尾分 跟他係數就是1 剩下留下來嘛 所以他 就是R2傳下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後面 S2往下傳 這個都沒有 這個都是之前解過的 來關鍵在這裡 對R1來講 對R1來講 他的T度是什麼 對R1來講 他的T度除了 跟這個有關以外 這個會傳給他 這個也會傳給他 因為這裡也有R1 R1同樣出現在兩個地方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R1 除了是 要從L2來的以外 他還有從R2來的 從R2來的這個部分 因為他的係數就是1 你剛剛是用加法 對不對 他的係數就是1 所以他直接繼承了Gragon的R2 對吧 所以他在左邊的部分 是要進行運算 他在這裡就直接進行R2 好 你發現了什麼 隨著反向傳播法的 越來越多 隨著反向傳播法的 越來越多 這個東西永遠不會變少 你看喔 我在傳到X 你看會發生什麼事 X X有哪些地方有X 這裡有X對不對 還有哪裡有多少 這裡也有X對不對 好 所以你發現傳到X的時候 X裡面是不是有R1 X裡面有的R1 R1的係數在X係數就是1 所以R1就留下來對不對 欸可是你仔細看 R1 他本身有R2欸 所以你發現越解下去 解越下面的層 這個R2是不是永遠一直傳給他啊 你聽懂了吧 你這樣知道我剛剛講那個意思了吧 我今天 在傳T度的時候 以前第一個人傳給第二個人 第二個人傳給第三個人 依此類推往下傳 傳到第100個人的時候 那個傳話已經傳得莫名其妙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不知道 像我小時候好像有看過那個 那個有一些節目啊 就是那個什麼一個一個往下傳的啊 那個什麼畫後啊 畫到最後就越來越不像啊 對不對 我以前看過這種節目啊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 那 那你們現在想一下啊 今天 因為你剛剛那個結構的改變 你現在傳T度的時候 最後一個人 不是拿到前一個人的而已 他是拿到前面所有人的 綜合判斷之後再來做改變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這個結構一定會比較好 我們先不要講說會比較準 至少 一定 他至少可以更新啊 這樣你懂我意思吧 至少他T度是可以更新的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個神奇的東西 就是 不是只有傳T度 因為今天 我想要讓他T度容易傳 那這件事情其實沒有用 因為 我還要讓他準嘛 對不對 那他到底準不準 我們再從數學上去解構他 他本來的四值長這樣對不對 他本來的四值長這樣我給大家看 他本來是長這樣 現在我們把L2把它稍微展開來看 因為他是接R1嘛對不對 我們把R1展開來 他大概是長這樣 好所以一路展開到L3 L4就出去了嘛對不對 對不對 你發現在這裡 你發現了什麼 X也在這耶 來注意一件事情 R1有X R2 那因為他有R1 所以他當然有X 所以他在這裡其實也有X耶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所以最後一層在運算的時候 他其實可以看到 原始的Input 這樣可以嗎 所以對於L3來講 他其實是 我X先跟W3 先去做一個 這顯然是個線去運算嘛 然後再去做一些非線去運算 去補充他不足的部分 這些補充他不足的部分 叫什麼意思 這就是 X W3 這就是線去運算嘛 線去運算無法預測的部分 就叫 這個打錯了 這個打錯了 所以這一篇Paper 他叫 這樣了解了吧 好所以 這個想法 這個實現起來是不是很簡單 也就是說 我現在 我剛剛在 我剛剛在Arctitial這裡 我本來 到Redu之後 Redu傳給FC 我現在希望 加上個新的層 這個層 讓他 跟 Redu 跟 原始的Data 加在一起 再往下傳 這樣懂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可以齁 好 所以這個結構是很簡單 這個 非常容易實現 只是加法 加法超好解的吧 對不對 看著他怎麼解 來 來 FC Redu 因為一開始的這個 Number of Hidden 他長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 我們先把它變成3 這樣可以吧 好來 一開始是四維嘛 我們改成三維之後 來 Plus 2 等於 Redu 2 加上Redu 1 Redu 1 2 2 加上Redu 3 這樣可以吧 4 4 等於 3 加上Redu 4 1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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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層的Input 注意 Plus 3 永遠出現在這裡加這裡 Plus 2 出現在這裡加這裡 Redu 1 同時出現在這裡 這裡 和這裡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一個 Recidual Learning 我們後來把這樣的一個結構叫 RESnet RESnet 它的這個結構你可以了解了吧 就是 它不斷的有 同一個Input 同一個東西 它同時出現在 Fully Connected 也會出現在Plus的部分 Plus就是相加 我們把這樣的一個 語法 把它貼到這裡來 Arctitial這裡來 好當然現在七成生 這是很容易運算的啦 但是我們還是來Run一下 就七成生的神經網路很容易優化啦 所以說這個 這個不用管 你說不準這個不準不重要啦 好不好這個 重要是T度傳的過去啦 好不好 這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希望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 它也不是說不準 是它要的這個 就是它要的Number of Run 可能要多一點 這樣可以了解吧 最後它的優化成功 好 那這個 我們現在來跟你講一下就是 你現在已經了解 你現在已經了解 你現在已經了解這個 ResNet 它其實 如果你把結構改成這個樣子 你把結構改成這個樣子 你把結構改成這個樣子 那其實跟 我沒有 我現在沒有Benchimum Rization 我現在沒有 我現在只希望你這個就是 這個 在沒有Benchimum Rization的時候 這個FC2 那這個 就是 你做到Radio 2的時候 你先產生 Plus 2 你就 推理跟剛剛一樣 剛剛在做Benchimum Rization的時候一樣 我希望你從頭運算到尾 算到最後 我希望你的答案跟這個一模一樣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說 我現在 現在我的Parameter裡面有這麼多東西 那我不用再做Benchimum Rization 因為我的結構裡面沒有Benchimum Rization 我希望你 把 Input 它直接運算出來的結果是 5228 1019 那請你 經過 一整串 一樣嘛 就是一整串這樣下來之後 你得到完全一樣的答案 這樣可以嗎 好 那你可能需要 你可能需要先重複剛剛的過程 然後再 貼一下後面的語法 那我們給大家時間練習 那這個 要 運算的話 這個比起這個剛剛啊 它最大的差別就是加這一行而已 就是你 你這個 Benchimum Rization不要了 但是你要加上這個 Plus 這一行 這一行非常的簡單嘛 就真的是加法 這樣可以吧 好 那 一樣我們全部 複製到這裡的時候 我希望我們不要全部 就是我們不要一次全部貼完了 我帶你們了解到這裡為止 來 這個就是舉例要說到了 Radio 1 output的時候 它是長這樣的喔 這樣可以吧 欸全部都是0 這麼不巧 到這裡 欸也全部都是 欸這個這個搞笑啦 這個 怎麼會這個 怎麼會剛好算出來這一筆全部都是0 好 阿FC1全部都是複數 喔 這個Case剛好 一開始全部都是0 那後面就沒救了 那後面一定全部都是0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Case選的不好了 好不好我們換一個好了 5好了 應該不會算出來全部都是0吧 欸 這個 這個Case選的不好 好我們加個 呃 就來說 38好了 38看看 好有一些數字了好不好 來接著 我們加到這裡來之後 這Radio 2 欸Radio 2全部都是0對不對 可是Radio 2全部都是0 就不是問題了 因為他會這樣加起來 加起來變 Plus2 Plus2是有東西的對不對 好 所以你發現了什麼 來我們繼續往下 Radio 3 欸有有東西不是0對不對 來這個 Plus3那當然就是 Plus3一定就會做了一些修正嘛 這Plus2完全等於Radio 1 可是他跟 Radio 2因為他有加東西 就一直加上去了嘛對不對 好 依此類推我們一直往下加 加到這裡 這Plus6 在這個時候 Radio 6他可能又是加別的東西 好 所以 你現在發現了什麼 其實 你在網路的運算的時候 在最後一層 這個東西在做運算的時候 他其實還是有繼承 最開始Radio 1這個東西嘛 對不對 Radio 1重要的喔 那 這個 欸這個中間經過什麼樣的運算 他每一個都在對 你看有時候是加這個軸 有時候加這個軸 有時候加什麼軸 那他是不是就在做不同的修正 這樣可以了解整個網路的結構了嗎 最後你出來的結果一定是會一樣的啦 好不好就是 你最後做出來的結果會一樣 我剛剛換了那個Sample 所以說他答案會不一樣 這樣可以齁 那你最後做出來一定是要一樣 這串語法最後是完全一樣的 好那如果你了解了這個Resnet 他是怎麼運作的以後 我們來試著把它應用在 深度25層深的網路上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全部把它 我們把這裡複製貼上 Architecture 這裡我們把它改掉之後 我們再按次Run 好看到了沒 第10代他就優化下去了 就算他這麼深 他25層深 一樣可以優化成功 這樣可以吧 這樣可以吧 你看20這麼深 這麼深還是可以搞得那麼準 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說 resnet 有了resnet之後有什麼好處 你會發現乘數就是一個數字 你本來 你本來覺得乘數增加的時候 是不是非常的困難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去就是 去處理他 你沒有辦法訓練他 但現在你發現 你其實是有辦法訓練他 那而且 就是 而且就是 越深 你只要運算資源足夠 越深就越好 你只是怕說運算資源不夠而已 為什麼你運算資源 就是 為什麼越深就越好 因為你的最後一層 一樣看得到第一層的東西啊 對不對 你在做最後一層的運算的時候 他第一層的東西 一樣在運 一樣你看得到啊 所以你是不是預測完之後 再一步一步去強化他 所以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resnet 真的就是 以後 你如果學會這個東西以後 你的網路如果是這個結構的 你只要 盡可能去增加他的層數 但是千萬不要搞個什麼 一萬啊這種數字 但是運算資源消耗 可能是非常誇張的 我意思是說 就是在運算資源許可狀況之下 盡可能讓網路越深越好 那你的準確度當然就越高 只有resnet 有這樣的能力 傳統的神經網路沒有辦法這個能力 因為他可能連優化都有困難的 這樣可以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resetual learning 很不錯很好用 概念很不錯 但是問題是 他有一個重大限制 就是他的限制就是他的結構所引起的 就來說他的結構 有加法 所以他的輸入跟輸出 維度必須相等 對不對 這 這就有限制啊 第一個 每一次做維度修正的時候 那他就沒辦法繼續使用 這樣懂我意思嗎 舉例來說我現在 一開始的隱藏成生是 十個神經元 我想要把他換成十二個 他還可不可以用 不行他就不能加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地方他不太好用 第二個是 就是 你每一次在做 如果你的 神經網路這裡是十 對不對 那你的 這個40 connected的權重是多少 十乘十 總共一百個權重要更新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大部分的權重是浪費的 你看你剛剛在做的時候 中間少個幾層 其實也不會怎麼樣啊 對不對 所以 這個reset他非常浪費運算資源 概念很好但是非常浪費運算資源 一個替代的方案是 Dense Connection 密集連結 他可以保證跟reset完全一樣的這個 就是 就是梯度一樣 他的邏輯這樣子 就是 最後一層 這梯度在傳到最前面那一層的時候 最後一層的人可以直接把梯度傳給他 那 最後一層的人在做運算的時候 也可以直接看得到 這個 第一層的結果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我除了用加法 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讓 這樣的一個東西 就是 除了用加法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看得到呢 有一種方法 叫用疊的 什麼叫用疊的 就是 你本來 你本來加法 我們把加法想像成就 數字一直往上加這樣子 疊的就是 那我 我不要 我就像Excel這樣子 我一路往上貼啊 我不要刪掉最前面的數字啊 我一路往上貼 那他看很多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子 如果第一個人 他只提供10 就是10行數 數字 第二個人提供12行 他是不是也可以上下貼 他就不受維度限制了嘛 這樣可以了解我意思 那不受維度限制 意思就是說我在運算的時候 我不見得 我Input是100 維度是100 我輸出維度不見得要100 我輸出維度可以10就好啦 反正我就一路往下 對不對 這樣我是不是就會省參數 這樣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的今天 Resnet 輸入維度是100 你為了保證他輸出維度也是100 你必須要浪費1萬個參數 100x100個參數 如果是Dance Convention的話 因為我可以讓他輸出維度 不是等於100 所以我可以讓他輸出維度是10 那等一下我合成一個110的這樣就好了 那110的繼續往下 我一樣可以讓他輸出是10就好啦 那這樣子就變成120 這樣依此類推下去 他用的參數會非常省 雖然他的維度不斷來擴展 最後可能會到500 但問題是他輸出還是10啊 500x10也比100x100來的小 所以他省參數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實際上的運算 他的圖就畫成這樣 我運算到這裡之後 我就把他全部疊上來 再進行下一輪運算 再全部疊上來 注意 他的疊是 這個 越前面的他要疊越多次 注意他的結構 對於第一層來講 他要疊很多次 疊到最前面 所以 最後一層的人 他可以看得到 所有的結構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他實際上是怎麼做的 我們用這個符號來表示串連 來 R1下來之後 R1跟R2串連 這個R1實際上就是H1跟X的串連 所以對R2來講 他同時有H2 H1跟X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 一路往下串連 所以其實啊 我們剛剛這裡是H1加X 這裡是H2加R1 所以我們只要把剛剛的這裡 的Plus改掉 那他就從ResNet變成DanceNet DanceConnection 所以他是DanceNet 這樣可以 Dance是密集 密集的意思 我們來看他怎麼做 剛剛是Plus 現在變Contact Contact 這個串連的意思 好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我們把他 複製下來 T-Shirt的部分 好這樣子 看到了嗎 來再看一次喔 Data進來 FC1 然後變成FC2 注意喔你看這裡 345678 這個非常調皮啊 每一層都用不同的維度 對不對 來 Contact FC2 下來之後R1跟R2 R1一樣嘛 接在這裡 也接在這裡 兩個出入口 R1 Contact2呢 來一樣兩個 這裡跟這裡 Contact3呢 這裡跟這裡 這樣可以啊 這跟剛剛的 ResidenceNet非常的像 對不對 好 那我們 可以之後我們按RUN 來看看 欸一樣 優化的非常好 這樣可以吧 欸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真的是 就是這個想法 你看 其實第一個想法 被開發出來之後 後面的模仿者 其實很容易 對不對 你主要是第一個人 他怎麼想出來的 真的是很難 這樣可以齁 好 這一篇是2017年 研究 我剛剛查了一下他被引用2萬多次 也不少了 那當然前面那個是歷史級的 很舊啦 那個你只是把它稍微改一下 也這個當然是不會受到大家這麼多尊敬啊 好那總之就是做出來了也蠻準的這樣可以吧 好 好 那我們現在希望做一件事情 今天這是最後一個練習題 就是 欸你剛剛是可以做出用 ResNet重現結果對不對 現在請你改用DenseNet重現結果 然後最大的不一樣就是本來是用加法的地方 變成要用 Excel那種貼出來的函數 那你可能需要用到Rbyte跟Cbyte Cbyte這個函數 你稍微改一下 你應該覺得蠻簡單的啦 好不好 這一題給大家 一樣給大家大概15分鐘的時間 稍微試一下 欸 就我們來把它解開 你會發現其實不難啦 他最後就是 把這個 ResNet變成Cbyte 那個 那個相加變成Cbyte 那這樣就解決了 那只是說 一樣我們把它貼下來的時候 我們把它貼下來的時候 我們注意一下他的結構啊 好來看的 在這裡的時候 Ready1 長成這樣子 好看到了吧 是有一些數字了對不對 好接著 到了Ready2的時候 Ready2長成這樣子 Ready2全部都是0 那我們的PlusOut 他現在是長成 他把它疊起來了對不對 這樣可以疊起來了 好接著到這裡之後 來看的 我們再看一下Plus3 欸你有沒有注意到 他前面是完全一樣的喔 這件事情就是 其實我剛剛一直有重複講這件事情 他前面是完全一樣的 只是說 更直觀的了解就是 我們一路往下加 再往下加一次 這樣你可能更了解 他前面都是完全一樣喔 所以每一層 他在做運算的時候 假如你說FC5 他在做運算的時候 他的Input就是這麼多啊 所以前面幾層 他是不是全部都有用到 所以對於一開始的這個來說 他是不是被用了非常多次 即使到了 即使到了網路的最後 網路的最後 FC7 他已經是要做最後Output的東西了喔 你看他的Plus6 他一樣有最前面的那幾個東西 所以這個FC7的weight 這個weight 他前面 前面這些東西 他是不是就是for最開始的這裡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诶這個DanceNet 他的這個就是 他其實實際上 他還是先做一個簡單的先進去算 然後他讓他沒有辦法預測準的部分 交給其他去做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這樣他是不是 這樣他的整個結構這樣了解了吧 我們來做一個預測 看一下結果 好結果出來了 答案在這裡 這樣可以齁 好 那我們今天DanceNet講到這裡 我覺得已經就是 呃就是 呃大家已經把大 T度消失要解決 大部分需要學的東西已經解決了 那我們最後再學一個簡單的 這個東西真的很簡單 叫Leaky Relic 而就是本來我們是透過SIGMOID 非線型轉換SIGMOID 他有什麼缺點 他只有在數字接近0的時候 他的數字才會有意義嘛 對不對 他如果數字很大很大 或者很小很小 他的T度都是0 就不好傳T度 所以SIGMOID我們不喜歡 那改了ReLU之後 就只有負數不傳T度 正數就會直接傳T度下去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讓負數也可以傳一些T度呢 欸很簡單嘛 所以我不要小於0的地方 我不要讓他變成0 對不對 我小於0的地方 我把他乘上一個Alpha 那這個Alpha可以比較 Alpha如果等於0的時候 那這個就是ReLU 對不對 那Alpha如果是0.1 他也非常接近ReLU的樣子 但是他是不是就可以傳一點點T度下去了 你懂我意思嗎 Liquid ReLU 當他是0.1的時候 他寫 他小於0的地方還是有被捨去啊 捨去很大部分了對不對 但是他就可以傳T度了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 另外一種方法就是我 不要用ReLU 我直接用Liquid ReLU 這樣子 那他的T度非常簡單 那X寫去就1跟Alpha Alpha這個數字 通常設個什麼0.1啊 或0.25都可以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真的非常簡單 這個我們只要 我們只要把這個函數 本來是 那本來這裡是 那個 本來這裡是ReLU嘛 對不對 改成Liquid ReLU 那Liquid ReLU 那我們Slope Slope就是那個Alpha 那這樣做的話就非常簡單啊 我們直接儲存RUN 好這個很容易啦 這個 我也懶得在做各種運算啊 總之 你就只要知道說 欸這個 飛線運轉換函數也可以去改善 這個T度消失問題 好所以今天如果 你有一個 有一個 就是 如果你今天有一個就是 函數 就是 他 有時候他可能不能用 ResNet跟DenseNet的結構 有時候可能不行 你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做預測的時候 你們應該現在想的都是說 一個圖 一個圖 或者一個 一堆Parameter進來 最後我要運算出一個結果 只要有病或沒病 這樣子的 model ResNet跟DenseNet 它可以從頭到尾 貫穿整個model 這樣沒有問題 可是我問你們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要做的model 是想要把東西壓縮 壓縮完再解壓縮 假如說你一開始 想要把一張圖 壓縮成 100個數字 那這100個數字 最後再還原回那張圖 那你可以用DenseNet或ResNet嗎 當然不行 那這樣他還幹嘛壓縮 他直接用本來的數字就好啦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你們之後會接觸到某些網路 他不能用ResNet跟DenseNet的東西 所以說啊 這個 當然了 那種任務佔少數 那種任務沒有那麼多 大部分的主流任務 都是可以用DenseNet跟ResNet 所以DenseNet跟ResNet 大概解決了90%的問題 剩下你還是需要一些其他的技巧 避免T度消失 好這樣可以吧 好所以我們今天上課 大概就上到這裡了 來我們來總結一下 我們到底 對T度 我們總共就三大問題 過度擬核 過度擬核解決的方法 夠多了吧 已經教了一大堆 Wave Decay 對不對 MiniBench 對吧 然後還有一堆 這個什麼Data Augmentation 一堆有的沒的方法可以解決 或者最暴力的解決方法 資料不夠 那我就收更多資料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這個夠暴力了 所以過度擬核啊 這個問題 呃不是說 不重要 是 他是 就是給錢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樣可以了解吧 那 T度消失在2016年前 是給錢解決不了的問題 那現在 他不是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手下這麼多手段 權重初始化問題 我們還沒有教到 好不好 那 我們很難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 最先被完全解決的 居然是T度消失問題 就是我意思說 站在2012年 或者是 10年那個時候 這三個問題 我們會覺得最困難的就是T度消失問題 那我們非常難相信 最快被解決的居然就是T度消失 所以真的是 所以真的是 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2016年那個真的是一個科學的突破 就是在那以前跟那以後 世界真的是長得很不一樣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 手上有多少工具 我已經講了 他只能解決90%的問題 還有10%的問題 是 任務本身就不適合用 residual learning 或dance convention 比如說壓縮解壓縮模型 那我們 手上所有的工具 包括第一個 改寫損失函數 就來說 本來 在做 邏輯思惠歸的時候 是用殘差平方核 用Cross entropy有什麼好處 他可以把 PX1-P約分約掉 那這樣子 讓他的T度變得更好一點 來 接著 從優化手段向下手 就來說 用ADEN 比起SGD ADEN 他雖然有缺點 他只能指引方向 不能指引步伐大小 可是問題是 那他就解決了 步伐太小的問題 對不對 所以ADEN的好處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 RELU跟Liquid RELU RELU跟SIGMOID的比 當然就更好 Liquid RELU比上RELU 他的T度損失又更小 可是你說 Liquid RELU他的 這個 他的這個Alpha 可不可以射成1 這樣完全沒有損失 你覺得為什麼不行 那就等於沒有先進轉 沒有非先進轉換 那沒有非先進轉換 疊十層也等於疊一層 對 所以不行 所以Liquid RELU 他是在 付出 就是非先進轉換函數 我要跟大家講 是 非先進轉換函數 你讓他 你越改變他 你就讓他越線性 越線性 你的每一層就等於 你的一層就等於人家半層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數據標準化 這個方法屌了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超級完美 各種情境之下 他都可以用 所以Benjamin Relation 很好 欸 抱歉 其實還是有一種方 有一個很特別的網路 不能用Benjamin Relation 或者用他的時候 要很小心 我們在後面的課上 課裡面會講 就是 他還是有他的缺陷 這樣子 不過 不過他已經很完美 他幾乎是 百分之幾乎 他只有一種任務不能用 欸 不是不能用 是只有一種任務 要用得很小心 剩下都可以隨便用 好 最後 這個 Recidual Learning 跟Desk Connection 這個超好用的 這個大部分都可以用 好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如果你今天的 就是你的研究目標 你其實只是想做個分類模型 只是想要把它擴展成影像 這樣 那其實啊 其實上到這裡 你已經把幾乎 就是那些特例 你其實根本就不需要去瞭解 你這些東西 你只要學會了 大概你就可以做的 跟 最好的工程師大概差不多了 這樣可以吧 好 所以大概 大概 你說只要我們複製貼上就好嗎 呃 你要複製貼上 你要會改自己的語法 我說的是 最好的工程師是 只要你會這些技術 即使後面有一些東西都還沒有教到 如果你只想做分類模型 你跟最好的人已經差不了多少 啊 你要會複製貼上 那是一定要會的 只是說 複製貼上完了之後 欸 你要知道 不是 你要知道 mini bench 你要改 你看到 你看到這個 就是舉例來說 training accuracy 在上升 redient accuracy 在嚴重下降 你要知道 oversampling 你要知道他要怎麼改啊 對不對 那你沒有 oversampling 的時候 你不要隨便去加 他會 decay的數目啊 就是這些東西 我們之前有上課有講到 這些改參數啊 但是這些東西 你只要用到最先進的啊 改參數 那就變得簡單了啦 就是本來 做深度學習的時候 我們覺得他難 是因為他的變化實在太多了 對不對 但是這些東西 你如果都了解了以後 他又變成跟機器學習差不多了 對不對 他只要改一些參數 只是那些參數 要往哪裡改 隨著你的這個訓練的過程 你要知道他要往哪裡改 比較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哎這個 這個 這個大概 這個大概就是 呃他大概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 那我要跟大家講啊 就是 recidual learning 出來之後 現在1000層的神經網路 是很常見的 不過我們平常 沒有那麼大的運算資源 我們也不會用1000層的 那以後 以後 而當然我們 再上一些 我們假如說 下一節課我們會上圖片的入門嘛 那他可能還是會用那種 10層以內的網路 那之後 我們大概至少都用100層 好以後 以後我們要做這種東西100層 先做100層再說 不要想太多 對不對 運算交給 反正就是 就運算資源不夠 你就買好一點了 就這個樣子 好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節省一些時間 去釋出什麼 要幾層 幾層生就差不多了這樣子 好所以我們接下來今天上課 就上到這裡 那你們要 你們只要記住 你今天所有課程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Received Learning 你只要記住這個東西 那甚至你不懂 他也沒有關係 你只要記住2016年 你要知道的是 2016年以前的世界 跟以後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樣的 雖然你可能沒有任何感覺 但是 就是因為 因為從這個 應用端的角度來看 你不知道Model怎麼改啦 你只知道東西丟進去 東西出來了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 那個核心Model差非常多 所以2016年以前的產品 跟16年以後的產品 會差距非常大 好那大家 我們今天上課都上到這裡 有些東西 文字幕協助 跟12年 都有些人